小學是冬季的第二個節氣 而二十四節氣的製定是以大陸黃河流域為主 所以這個節氣的特徵在台灣並不會出現 在台灣的話它僅會變得比較寒冷而已 從這個節氣開始 雖然氣候呢卻還會到嚴冬 因為東北季風會越來越強 所以頭部的保護會變得重要 所謂頭為豬陽之慧指的是 頭是所有陽性會體的地方 最不能受風寒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戴著帽子來防寒 以保護陽氣 另外台灣的氣候常常忽能忽熱 溫差大最容易引起身體的不是 而這個時節開始是流感的警報期 因流感和一般的感冒不同 所以老人家 幼童 孕婦 免疫功能不全 即慢性病患 等高風險族群的朋友們 如果得到流感 就很有可能會引起嚴重的併發症 這點我們絕對不能輕忽 衛生單位也會開始有疫苗的施打 但平常時我們還是要做到一些預防的工作 例如飲食盡量以溫熱為主 早晚進出添加胰貓 適當的運動 以養成良好的體力 保持情緒的平和 避免過度勞累 進出公共場所的時候 盡量戴口罩 這些都是可以預防流感上升的好方法 在這裡也跟大家分享 正強免疫力的養生茶 這位茶飲 可以幫助我們補皮液氣 增加身體的免疫力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健健康康的冬天